61 Financial 8月4日训 澳新银行 ANZ 周五发布公告称 监管机构拒绝了澳新银行 以49亿澳元收购Suncorp旗下银行业务的交易 根据更新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 对这笔交易不会大幅减少竞争 提出质疑 澳新银行收购Suncorp银行业务的交易于2022年7月宣布 但此后遭到监管机构的长期拖延 Suncorp指出 其专注于成为一家纯粹的保险公司 随着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变得更大 更频繁 该行业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 收购方面 澳新银行和Suncorp的这一交易 获得了昆士兰州政府的支持 但该交易一直受到该地区竞争对手Bandigo & Adelaide Bank的质疑 Bandigo认为 该交易将损害竞争 而如果Suncorp银行业务成为Bandigo业务的一部分 市场将会发展更好 数据方面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6月份的报告显示 澳新银行在抵押贷款市场的份额约为13.3% Suncorp为2.4% Bandigo为2.8% 截至6月30日 澳新银行在家庭存款市场的份额为11.7% Suncorp为2.4% Bandigo为3% A&Z股价一年走势回顾如下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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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